这个杨女婿啊刚才从公司回来 又买了一台电视回来 加上这台已经三台了 哎呀给我气到不行 你说已经有两台电视了 你干嘛再买一台呢 你说这个男人啊真的有的时候花起钱啊 比女人还不会计算 你说这生气不生气 哎呀我差点跟他吵了一下 好好的你说楼上啊 就是二楼客厅已经有一台了 也是叫smart tv连接wifi的 然后楼下呢一楼的那个客厅那一台呢 就是经常给儿子玩游戏玩 就是但是他是连接数据线的 他说觉得不够方便 好了我这会儿就刚跟他说完 我自己在院子里 那就让他装上吧 享受到的健身和享受到的电视吧 这个健身的器材 大家看哈 这儿不是有一个屏幕吧 这个就是连接wifi的 打开之后就直接可以从这儿看 他觉得这个屏幕不够大 就是太小了 他说健身的时候就还要低着头不方便 所以呢他就从这儿 然后呢把这个电视他说给换下来 然后把那个新的换到这儿来 他可以从这儿然后一边健身 一边看电视 这儿还有一台 这是二楼的那个客厅的电视 那这个是比较方便 然后呢就是连接wifi 直接想看什么 就随便在电视上选 说啥这会儿啥都不说了 我们开始在那儿开他的新电视了 现在准备装上开始在那儿做运动 这个小宝宝妞还兴奋到不行 看到新电视他还兴奋呢 你喜欢这个新电视吗 乖乖 那你可以在那儿 运动然后看你的新电视是吧 那把那个说明书给爹地乖乖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电视机的那个角 It's so pretty So pretty 好美啊 你喜欢新的电视 那你以后就在楼下看电视 那干什么 给妈妈弹一首歌吧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弹呐 你这是在我玩的吧 谁阿姨们好 哎呀真乖 嗨 阿姨们的小可爱 好走走走 Dorai Mi 发梭拉西斗 发梭拉西斗 娘女心很专心致志啊 这是下定决心要是减肥的 这是啥都准备好了 装好了 看多方便 这一连接 WiFi都直接可以 这都可以开始运动了 他 他叫他哥哥 他说哥哥快点看了 快点看快点来看新的电视 哥哥也叫过来 你觉得漂亮吗 大小孩都喜欢新的东西 我发现 儿子 你喜欢爹地买的新的电视吗 你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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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杨森 你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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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把电视装好了好吧 感觉怎么样 这一边看着这个电视 他自己给宝宝牛选的动画片 他一边在那运动 然后他刚才还说 等一会儿球赛来了 他可以在这一边看球赛 一边运动 没有那么无聊的 就是会享受吗 不是 其实那个电视不是一样可以用 就是有点麻烦 连接数据线 然后你要找你想看的 这个呢 就直接拿遥控 调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哎呀 他就是为了方便 说来说去就是这样 就是为了享受是吧 yes 看到没有 你们不要看杨女婿平时的时候 怎么样啊 他其实 怎么说 他要是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而且要买什么 从来不跟我说 就直接买回来了 我要做什么吧 我有时候还跟他商量一下 说啊 哈尼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行吗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情 要怎么样做才会更合适呢 然后我还会跟他商量一下 他呢 就直接不吭声 去跟他商量 他呢 就直接不吭声 就直接 反正想干嘛 他就是 也不跟我商量 嗯 要买就直接买回来了 包括给我买东西也是这样 然后给我一个什么 他也不管 他也不管 他也不问我 喜欢不喜欢啊 然后呢 呃 反正是我给你买了 就是就是这样了 你喜欢不喜欢 反正就是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惊喜 他做事风格就是这样的 包括这个电视 他要买电视 他都没有跟我商量 直接从公司回来 哎 直接买 哎 我说你怎么买个电视回来了 他说 为了锻炼 所以说你说 有时候这男人花钱 真的比女人疯狂多了 我觉得 我们家哈 就是对于这个支出哈 我除了去超市啊 买一些食物 然后呢 其他的东西哈 比如说买买什么大电的东西哈 我都要跟他先说一下 但是他不一样 他就是 就是以自己的主件 反正是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哈 我觉得就是有的东西哈 可买可不买 然后他觉得反正是我需要了 就是我认为可买了 那就是可买 他不管是需要不需要 所以说 哎呀 买了就买了吧 那 他开心就好 是吧 其实 多一个也不多 少一个也不少 那我能说什么呢 你说是不是 也不能因为这样 再去跟他吵一架吧 但是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差一点就吵一架 我也想 哎呀算了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尊重他也是尊重我自己 所以我不愿意 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去跟他闹得翻脸呢 然后或者是吵一架呀 然后等一会儿 俩人在那儿 再相互说对不起 就觉得 没有必要的事情 哎呀呀 这小宝宝妞 也兴奋到不行 楼上电视也不去看 要跑到楼下要看 你你你有玩那个 那个防晒霜呢 你玩他干啥啦 妈妈 你现在没有太阳 不需要sun cream OK 我用sun cream 我用sun cream 我们去吃东西的 我也去给宝宝妞 弄点吃的 然后从他回来之后 一直在 弄这个电视 然后呢 现在晚饭他还没有吃呢 我先去给儿子他俩做点吃的 然后 现在都几点了 八点了快 好了 也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爱你们 我们再见 感谢下 Clark